就在昨天我省各地也纷纷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鼓励大伙徜徉书海享受阅读的快乐 品书香润心灵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阅读活动 盘锦读书节以辽和若海书香地为主题 奉上具有地域特色的阅读盛宴 辽阳市开展古城朗读者 辽阳文化名人建好书等特色活动 营口市设置70个萤火虫城市书房 开展城市领读人领读行动 引进了数千种图书 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店体现阅读之美 各地还积极将优质阅读内容及活动引入网络平台 葫芦岛复新举办了每天读书半小时 新时代乡村阅读记 经国送葫芦岛等线上竞赛和征文活动 葫芦岛市图书馆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的互动活动 书脸秀创意摄影大赛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 我们将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乡村阅读记 我是领读者等一系列活动 让全民阅读在胡岛大地上蔚然成风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举办 书香浅润机关读书后执底蕴读书分享会 通过打造书香机关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思想境界 在读书中能够发现最好的自己 那么通过读书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所以在以后我也会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辽宁科技大学开展云端诗词大会 师生们共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诗词的魅力 丹东铁岭本息的小学师生们 在云端开展线上读书系列活动 让我们扩宽了视野 陶冶了情操 在书中我们获得了无穷无尽的知识 激发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培养他们良好的读书习惯 于书为友 畅游书海 从而促进学生终身教育体系的良好构建 本台综合报道